來 給你看看 看這紅檔 紅檔的啦 叫XX吉他的啦 男子手拿一疊12張罰單 氣到爆粗口痛批檢舉達人太超過 違規停車我們被開罰我們都認了 但是你看喔 受到第一張紅檔的時候 XX吉他 這就不是錢的問題了 強調不是要為自己講話 而是質疑這檢舉的制度有瑕疵 一天20小時你知不知道 一個月你收到第一張紅檔 你得知喔 你得知第一張紅檔的時候 以上往常XXX 八十幾萬的紅檔 地點在台中大理 永隆七街 消防栓就設在民宅門口 機車 汽車違庭 時常收到罰單 就政府他們有畫紅線 然後剛好監舉牌這樣拍 就很像是停在紅線 但其實大家都是停在自己的家門口 根據現行法規 只要車輛有違庭狀況 民眾可以無限次檢舉 確定違規事實後 罰單就會一次性寄出 如果有疑慮可以跟相關單位 提出申訴 民眾可提出申請 如在本市五天內 遭檢舉三次以上 系統及自動發送簡訊通知 避免持續違規 事後警方求證 這十二張罰單只開罰六千元 並非民眾說的八十萬這麼多 建議車主還是不要違規 所以就不會出現爭議 記者黃香不理雲傑 台中報導